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来探讨这个主题 就是到水深之处 回应服事和宣教的呼召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 是否曾经经历过上帝的奇妙同在 以至于你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的不配 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那我第一次这样子的来经历上帝 就是在我得救的那一天晚上 那就是很多年前 就是有初级学院的一个同学呢 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 那时我还没信主耶稣 那这位同学邀请我去国家体育场呢 去参加一个布道会 还记得国家体育场吗 不是现在这一个 就是以前那个很大的露天的那一个 那就有教会呢 主办了一个福音的布道会 那我就真的去参加了 在那个布道会里面 因为还没有信主耶稣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 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就是在那整个体育场里面 好多好多的人 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人 坐满了那个体育场 然后你坐在那边 你一看过去 一整个地方 但是我感受到说 这位基督教的上帝 称为耶稣基督的 真的就在那里 哦 充满了整个体育场 那我还是个非信徒 我其实不明白这些 但是我心里面 真的就这样的感受到 哦 荣耀的上帝 耶稣基督就在这里 充满了整个会场 哦 甚至是比整个地方 还要浩大 还要伟大 而那一天 哦 我深深的感觉到 自己的渺小 自己的不配 而当讲员呼召 谁要相信耶稣的 我举起我的手 我藏开我的心 哦 我来投靠耶稣 我来相信祂 从那一天开始 哦 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而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 当你感受到神的伟大 哦 你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哦 我们的心向神藏开 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一到第十一节呢 彼得 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同的经历 那在这过去几周里面呢 我们分享了一系列的信息 从这故事里面 我们学习了很多宝贵的功课 那今天呢 是这总结的这个篇章 让我们再一次来读这段经文好了 好 可能弟兄姊妹有的 就是忘了这个故事 或是还没有读到这段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看 《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一到第十一节 经文在第一节这里说到 耶稣站在葛尼沙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上帝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往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 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就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往打鱼 感谢主 西门就回答说 夫子啊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往 他们下了往 就圈住许多鱼 往显现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都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复在耶稣西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福建话怎么说 不要怕 耶稣对彼得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那在这过去几周的分享里面 我们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我们看见 首先在第一部分 我们学习到什么 要忘记过去的失败 彼得他们整夜劳力 什么都做不到 他们很灰心 他们觉得很失败 但是耶稣来邀请他们 呼召他们 再次的出海去打鱼 就是忘记放下你过去的失败 再一次的出去 而感谢主 当彼得他们顺服的时候 就看见了神自己 所以呢 记住了 失败并不是结束 不要说我失败了 完蛋了 失望也不是终点 当你来投靠 来信靠 来顺服耶稣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耶稣能够把你的失败 转变成为一个大丰收 耶稣也能够把你的失望 转变成为神圣的命定 意思就是 所以你觉得失望 可是神能够带领你进入到 祂为你所计划 为你所预备的属天的旨意里头 所以呢 弟兄姊妹 忘记放下过去的失败 以及失望 然后在第二部分 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要顺服耶稣的话语 虽然彼得觉得好像没有逻辑 我们是渔夫整夜打鱼都抓不到 然后耶稣你叫我们再出去 好像没有道理 好像这是突然的 可是当彼得顺服的时候 他们抓住了那么多的鱼 网都要破了 两艘船都快要沉了 那么多的鱼 怎么来的 因为他们顺服了 顺服了耶稣的话语 所以这里就教导我们 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就是顺服真的带来祝福 我们顺服 顺服 虽然我们不明白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合理 不合逻辑 但是耶稣说的一定有道理 耶稣说的一定是对的 我们顺服耶稣的话语 你就会看见奇妙的祝福 你就会看见上帝的神迹 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然后第三 我们在上一周我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仰赖耶稣的奇迹 感谢主 那大丰收并不是靠做彼得的打鱼的经验 完全不是 而是靠做耶稣的神迹 感谢主 这里就看见 在生活中 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本领 有很多的经验等等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依靠自己 当你依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可能就会走到一个尽头 但是还好就是当人走到尽头 如果你懂得来信靠神的话 那人的尽头真的就是上帝的起头 当你走到尽头 你说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来投靠神 那上帝开始为你动工 耶稣给你神迹 耶稣为你开道路 但是不要等到走投五路才来信靠 现在 现在 今天就来信靠吧 Amen 当你还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学习怎么相信 当你还一帆风顺的时候 你就学习怎么来顺服 那你就会发觉到 就算问题来到 你不用怕 因为有耶稣 他的奇迹 他的大能 是我们可以仰赖 我们可以信靠的 感谢赞美主 那今天 我们来到了总结的篇章 第四 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要一起说 效忠耶稣的敬拜 是的 敬拜耶稣 不只是唱诗歌 而是对耶稣基督的效忠 也就是我们尊他为主 我们降服于他 我们效忠于他 所以不是Suga Suga 不是想来就来 不是就当作随随便便 而是完全的效忠于他 这才是真正的敬拜 Hallelujah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 这宝贵的功课吧 那我们看见 在这个故事里面 彼得怎样子的来回应 来回应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 我们刚看到耶稣行神迹 然后彼得怎样的回应呢 他以敬拜 效忠的敬拜来回应 那第一要点就是 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敬拜 首先敬拜就是看见他本性的启示 这个他指的是谁 耶稣 Hallelujah 所以什么是敬拜 敬拜就是看见 这是属灵的看见 就是明白过来 就是领受了 知道了 敬拜就是看见他本性的启示 他的本性就是他是谁 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这个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明白 而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更加的敬拜 同时呢在敬拜中 我们也就会更加的明白 是的 那就是敬拜 当彼得看见这奇妙的丰收的时候 哇 这么多的鱼 他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换作我们 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哇 好多的鱼也发达了 是不是 哇 这是多么多鱼可以卖很多钱啊 发达了 我们会很开心 开心没有错 是应该要开心 是要庆祝等等 但是这里呢 我们看见彼得的反应很不一样 他是什么反应 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8节 我们看见彼得的什么反应 他呢 俯复在耶稣的膝前 换句话说 他看见耶稣神迹的时候 结果他整个人跪拜在耶稣的脚前 然后他说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为什么他说离开我 不是说他想要离开 而是他看见了耶稣的圣洁 看见了耶稣的荣耀 他也就看见了自己的不配 自己的罪恶 所以他说主啊 离开我 我不配 我是误会的 我是有罪的 他在上帝面前 他做什么呢 他来呼求 他来悔改 而这一切就让我们看见了 他明白了耶稣的本性 什么本性 耶稣的圣洁 耶稣的伟大 感谢主 而在耶稣的启示里面 真的耶稣的启示里面 彼得来敬拜神 彼得 就伏伏在耶稣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 神迹当然是帮助了我们 可能是医治 可能是供应等等 但是神迹的发生 是要显示耶稣的荣耀 所以神迹是要引导我们做什么 引导我们来敬拜耶稣 是的 这奇迹引导彼得来敬拜耶稣 那违愿在我们生命里面 让我们也有这样的渴慕 也有这样的认识吧 当耶稣答应祷告的时候 耶稣帮助你的时候 那让我们的心就更加的被引导 来做什么 来敬拜耶稣 是的 来高举祂 来荣耀祂 来感谢祂 哈利路亚 而在那一刻 你留意到彼得称呼 以耶稣为主啊 他说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有罪的人 那这一点呢 如果你还记得 刚才我们读整段经文的时候 在第五节开始的时候 彼得称耶稣为夫子 然后现在在第八节 看见神迹之后 他称耶稣为主啊 你看见那个差别没有 称耶稣为夫子 就是当时对犹太的拉比 就是犹太的教师的一个尊称嘛 就像今天我们说牧师 或是说这位先生 这是一个很尊敬的这个称呼 那这是好的 但是彼得在那个时刻 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 他称他为夫子 当耶稣行神迹之后 忽然间彼得明白过来 他感受到了 原来耶稣不只是一个尊敬的夫子 他是谁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Hallelujah 所以他是主 是什么呢 主宰 就是主人 就是上帝 他是主上帝 所以在他的称呼里面 我们就看见彼得的醒悟 彼得的看见 彼得看见 耶稣是谁 他看见了耶稣的伟大 他看见了耶稣的圣洁 而当他看见耶稣的伟大 他就也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他就不再骄傲 不再自夸 当他看见耶稣的圣洁 他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污秽 他就明白 我是罪人 我需要耶稣的拯救 我需要耶稣的捷径 我需要耶稣的饶恕 而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当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来看见耶稣的伟大呢 当我们有一颗敬拜的心的时候 我们来的时候 在敬拜当中 我们会更加的来看见耶稣的伟大 而这样的一个启示 就是关于耶稣的本性的启示 会引导我们更加的敬拜他 更加的来顺服他 而在这样的一个启示里面 一切都会改变 Hallelujah 从此呢 我们不再只是可能说尊敬他 彼得开始尊敬他为一个拉比 现在尊敬变成了敬拜 Amen 是的 原本他是有顺服他的话 他有听老师的话 他有听他的话 可是现在不只是顺服了 现在是效忠于他 Amen 不只是效忠于一个地上的老师 而是效忠于他作为天上的主宰 天上的上帝 感谢主 今天 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是否有这样的看见耶稣 你是否在生活的忙碌当中 要小心 在生活的忙碌和压力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了耶稣有多美好 有些时候在生活的问题当中 你看见这个问题 你可能担忧 可能你一直看问题 结果问题越看就越大 你没有发觉到 是不是 就好像 如果你拿一个小小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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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板 你把它放到眼睛面前 放得很近的时候 那个铜板虽然小小 可是 太过靠近眼睛的时候 挡住了你的视线 五十只 变成古恰恋 是不是 哇 变成整个挡住 什么都看不到了 是不是 上帝那么大 可是因为那个小小的铜板 挡在眼前 What you do 本地的书语 结果呢 就 什么都看不见了 是不是 然后你就看不见上帝的伟大 你只看见问题有多大 今天 让我们做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 敬拜 是的 回到敬拜 我们说 回到敬拜 不只是说 来唱诗歌 我们说 回到敬拜 就是我们全心全的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降服于他 来聚焦在他身上 更新我们对他本性的认识 我们再一次的明白 耶稣真的是 无所不能的上帝 耶稣真的是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上帝 我们来领受 关于耶稣的全心的启示 我们重新来认识他 我们越是藏开我们的心 来敬拜他 我们就越是认识他 所以在诗篇里面 诗人呢 就常常的呼吁百姓们做什么呢 呼吁百姓们说 来高举上帝 来尊主为大 有没有 常常有诗篇里面 很多这样的经文说什么 尊主为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我们再一次的宣扬 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伟大 那不管你有没有宣扬 他本来就大 可是呢 当我们宣扬的时候 是帮助我们自己明白 看见他的伟大 哈利路亚 而我们的上帝真的是 真的是伟大的上帝 真的是配得我们高举 遵从他的上帝 而当我们这样子来做的时候 感谢主 我们就更加的发现自己的渺小 自己的微不足道 但是这不是要贬低自己罢了 而是说更加的来相信他 更加的来明白他的伟大 就好像有一首诗歌 那首诗歌说 当转眼仰望耶稣 这首诗歌就是唱出了这个道理 我们来仰望耶稣 我们来敬拜他 不要一直看地上 不要一直看问题 不要一直看自己 我们要看谁 看耶稣 怎么看耶稣 透过敬拜 我们诗歌是一个敬拜的表达方式 透过诗歌我们宣扬耶稣的伟大 是不是 我们唱诗歌 我们降服于他 我们尊荣他 我们仰望他 我们敬拜他 而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的看见 耶稣的本性的启示 我们忽然之间真正的明白 原来我的耶稣 真的是那么的伟大 那么的圣洁 那么慈爱的耶稣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 所以今天回到敬拜吧 那是首要的 然后第二点 我们也看见 敬拜也是在他的同在中悔改 我在说 敬拜就是在他的同在中悔改 敬拜不只是来聚会唱诗歌 敬拜就是在神的同在中做什么 我们悔改 就好像彼得那样 当彼得领受了 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本性的启示的时候 他有什么反应 我们看见 他的反应就是 他跪拜在耶稣面前 跪拜表示什么 他真心悔改 而且他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承认自己的罪 有没有 他在耶稣面前 他来认罪 他来悔改 那是敬拜 是的 敬拜不是只是口头畅畅 敬拜不是只是 外在的做做一些事情罢了 敬拜真的是全心全意来到主人面前 高举他 而且呢 我们真心的来忏悔认罪 就好像在旧院里面 先知以撒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在以撒亚书 你回去看第一到第五章 我们看见上帝使用先知以撒亚来发预言 那在第一到第五章 以撒亚呢就宣告上帝的审判 警告以色列子民还有那些列邦列国 警告他们说你们有祸了 为什么因为你们犯罪 可是到了第六章呢 在第一到第四节 以撒亚看见一个异象 什么异象 就是他看见在圣殿里面 上帝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他的衣袍 他的衣裳 充满了整个圣殿 而且呢 也有天使在圣殿里面飞翔 并且高呼什么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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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君王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哇 在那个异象里面 当以撒亚看见了上帝的圣洁荣耀 他有什么反应 第五节就是他的反应 以撒亚就说 祸灾 现在不是以色列祸灾 列国祸灾 现在是谁祸灾 他说我自己了 他说祸灾 我灭亡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举唇不洁净的人 又住在举唇唇不洁净的名当中 因为我亲眼看见大君王 万君之夜华 什么意思呢 嘴唇不洁 意思就是 不是说没有刷牙 这里是说 我们的原语都不洁净 而原语不洁净 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不洁净的一个表达 雅各苏也这么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能够勒住 控制舌头的话 你可以控制全身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舌头控制不了 舌头控制不了 为什么 我们整天 说有的说没有的 我们说出来的话 很多呢就是不洁净的话 可能是生气的话 可能是拆毁人的话 可能是骂人的话 我们的嘴唇不洁净 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不洁净 那为什么以赛亚会有这样的看见 因为他先看见了上帝的圣洁 这就好像你们试过在早上的时候 那个阳光照进你的房间有没有 然后你看见那个阳光的光线 那如果没有阳光光线 你看我的房间很干净哦 可是当阳光光线照进来的时候 你拍一拍你的枕头 你拍一拍你的被子 然后在阳光的光线里面你看见什么 有灰尘耶 灰尘在飞 原本你看不见 因为没有那个阳光的光线 就算你开灯 你还是看不见 可是阳光照进来 你就看见了尘埃在飞舞 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只是开灯 自然的光 什么自然的光 我看自己很好哦 我看自己还不错 我看别人 你很糟糕 我们都是这样会不会 可能你们不会啦 你们都很乖 不过常常人会这样 看自己我很好很好 看别人你很差很差 但是当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 什么光 他圣经话语的启示 噢 耶稣荣耀的启示 在他的光中 我们就看见了尘埃 我们就看见了自己的误会 我们就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然后呢 我们才说 或灾或灭亡了 我是有罪的人 噢 我需要悔改 而在悔改当中 我们被洁净 我们被改变 我们就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所以什么是敬拜 敬拜首先是我们看见了耶稣本性的启示 而且接下来敬拜就是什么呢 敬拜就是在上帝的同在里面 噢 我们悔改 因为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圣洁 噢 我们认识了他的圣洁 我们用悔改呢 来回应他 今天 弟兄姊妹 我们是否看见了自己的误会 我们是否经历了上帝的同在 他的荣耀呢 有些时候可能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抱怨 在生活当中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抱怨 哇 别人怎样怎样 他对我不好 别人对我怎样怎样 我们充满了很多的抱怨 可能我们会觉得 哎呀 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好像我付出了很多 我却没有被欣赏 我们有很多的委屈 那这些委屈可能是真的 可能别人真的对你不好 真的对你不公平 但是弟兄姊妹 这些委屈 这些难受 没有帮助到你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回到敬拜 真的 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敬拜 在敬拜里面 我们看见上帝的荣美 然后 你看见自己 你看见上帝 你才会好好的看见自己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 可能自己才是最需要 他的恩典和怜悯的人 意思就是 在神的荣耀里面 你看见原来我也不好 原来我没那么好 不只是没那么好 其实我很不好 那怎么办 主啊 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需要你的怜悯 主啊 开恩可怜我 就好像彼得 彼得 他说 主啊 求你离开我 因为我是有罪的人 就好像先知以赛阿说 惑灾 我们要灭亡了 就好像 耶稣所说的一个 比如在路加福音18章13节 两个人祷告 一个是法利撒人 一个是瑟利 瑟利怎么祷告 他说 主啊 求你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而弟兄姊妹 当我们懂得这样的忏悔认罪 我们懂得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神真的要开恩 怜悯我们 洁净我们 饶恕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主的改变 我们需要主的饶恕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亲近主耶稣 哈利勒亚 那就是敬拜 远超越所唱的诗歌 远超越我们所做的事情 而是整个心对主的敞开 整个生命对主的降伏 然后高举他 亲近他 感谢赞美主耶稣 哈利勒亚 而通过这样的悔改 我们要再一次的兴起 是的 不是只是叫我们 一直悔改 一直悔改 而是在悔改了 领受了耶稣的冤 我们再次兴起 被主使用 然后呢出去 把好消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是的 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伟大 我们经历了他的饶恕 所以我们再次的出去 把好消息传给周围的人 就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 不只是彼得 不只是彼得悔改哦 你有没有发觉到 他的捕鱼的伙伴 谁 雅各 还有 约翰 他们同样 也经历了耶稣 他们同样 也撇下一切 不只是彼得 还包括了 还包括了 雅各跟约翰 他们撇下了一切 撇下了他们的鱼 他们的船 他们的渔网 他们来跟随耶稣 所以 因为一个人的顺服 因为彼得的顺服 结果呢 他也影响到其他的人 其他人也一起的来经历耶稣 结果呢 一起的生命被改变 哦 感谢赞美主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从我开始 Amen 从你开始 然后呢 让这复兴的火 临到你的整个家 临到你的朋友 你的左邻友舍 是的 让我们再次的被兴起 被主来使用 那就是敬拜 敬拜是我们看见耶稣本性的启示 敬拜是在上帝的同在中 我们悔改 然后第三点 敬拜是与祂的旨意的对齐 对齐就是 原本我们错误方向的 是不是 没有对齐 走错边了 可是对齐就是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哪里 回到神的旨意 以前是对准了自己的旨意 以前对准了世界的诱惑 如果现在我们在敬拜当中 我们看见了耶稣 我们来悔改 我们来追求祂 然后呢 我们说 主啊 愿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主啊 让你的神国降临 我要对齐 我要对准你的旨意 不再是我 而是你的旨意 彼得就是这么的做 他悔改了 他说我是个罪人 然后耶稣呢 饶恕他 之后 耶稣给了他一个护照 耶稣给了他什么护照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十跟十一节 耶稣说什么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这里得人就是得人如得鱼 这里说的就是去拯救灵魂 然后他们怎么回应 他们就是彼得 雅各 约翰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 就做什么 撇下所有的 来跟从耶稣 换句话说 他们的生命 从此呢 对准了耶稣的护照 对准了耶稣的旨意 原本他们是打鱼的 现在他们要去得人如得鱼 而在使徒神教我们看见 真的是如此 五瞬节 圣灵浇灌之后 彼得 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 他们做什么 他们为主传扬福音 把当时的天下 都翻转过来 而因为他们 对齐了上帝的护照 福音 从耶路撒冷传扬开来 到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所以今天我们会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当时 他们对齐了上帝的旨意 他们顺从 他们出去 他们传扬福音 传到传到 传到我们这里 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经历了耶稣的旧恩 让我们也明白这个功课 我们来敬拜祂吧 我们来享受祂的同在吧 而在这一切里面 我们做什么 我们来认识祂的护照 我们来明白祂的旨意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 让我们整个人 整个生命围绕着 主的呼召 主的旨意 而主的旨意是什么 耶稣说 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我们要明白的就是 原来敬拜跟宣教是密不可分的 宣教和敬拜是走在一起的 就正如有位著名的牧者 也是作者呢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牧者叫做约翰派伯 他说 宣教存在 因为敬拜不存在 想一想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 宣教存在就是 我们需要宣教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人 没有敬拜真神上帝 这就是敬拜不存在的意思 他们有敬拜别的 但是真正的敬拜 敬拜耶稣基督 没有 只要你看到有人 没有敬拜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什么 我们就需要宣教 我们就需要去传扬福音 来引导他们 也来认识耶稣 也来敬拜救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宣教存在 因为敬拜不存在的意思 而且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真的爱慕耶稣 我们真的敬拜他 那我们敬拜耶稣 我们就有动力 我们就被激励 来做什么 来敬拜 来宣教 我们越是敬拜他 我们越是要宣教 因为你不可能说 我很爱敬拜 然后我就是唱唱歌 然后一点都不爱灵魂 一点都不宣扬耶稣的荣耀 那这样的敬拜 不是真正的敬拜 这样的敬拜 只是诗歌音乐的敬拜 真正的敬拜 是什么呢 真正的敬拜 是要对齐耶稣的旨意 耶稣的呼召 耶稣的使命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越是敬拜 我们越是要宣教 而我们在宣教当中 我们就是要把人带来敬拜耶稣 所以你看见两者的关系了没有 两者密不可分 我们有敬拜 我们就要宣教 我们有宣教 因为我们要人来敬拜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宣教的心 那就不是真正的敬拜的心 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敬拜的心 我们也不会拥有宣教的热忱 明白了吗 所以宣教跟敬拜 真的是密不可分 让我们得着敬拜的心 也就有了一颗宣教的心 你们听过戴德森 很著名的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他在中国传扬佛音 建立了中国的内地会 就组织了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宣教 而在那个时代真的很困难 那戴德森把一生都奉献在中国的宣教里面 当时他去的时候还是清朝 结果他是一个洋人 他是个英国人 可是他做什么 他真的把头踢掉 留辫子 为什么 为了向当地中国人来传福音 他学习中文 把圣经翻译为中文等等很多很多的牺牲 而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他说假设我有千磅银金 那今天你说一千磅好像不算很多 那个时代一千磅 就是很大很大的数目 他说假设我有千磅银金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假设我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 不是中国 是基督 我们能为他做的太多吗 为了如此宝贵的救主 我们做的足够吗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有一个呼召把福音传遍整个中国 但是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不只是为了中国 而是为了谁 为了基督 为了基督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为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宣教 所以戴德森他一生奉献 在中国宣教 他牺牲一切 他献上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明白了敬拜的真谛 在敬拜里面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 哈利路亚 所以真正的敬拜 引导我们走向宣教 当我们被耶稣的伟大所吸引的时候 我们就会迫切地想要与他人分享他的恩典慈爱 是的 感谢主弟兄姊妹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敬拜耶稣 我们来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来聚会的时候 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摸着 让我们再一次火热地被调望 说主啊今天我来敬拜祢 可是还有人没有敬拜祢 还有人不认识祢 还有人亏缺了祢的荣耀 所以主耶稣我要传福音 我要宣教 我要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你是何等的恩典怜悯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而当我们如此宣教的时候 就像彼得 雅各 约翰那样 我们会做出一些牺牲 他们放下了他们的鱼网 他们的鱼船 放下了所抓到的鱼 他们完全地来跟随耶稣 那今天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 都进入全职的侍奉 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做全职的门徒 明白吗 你说彼得他们全职来服侍耶稣 我没有全职 弟兄姊妹 不是每一个都做全职的侍奉 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全职的信徒 全职的门徒 阿们 并非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成为全职的宣教士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戴德圣那样 去到某一个国家 一辈子住在那边 但是每一个信徒都被呼召成为什么 全职的宣教支持者 所以这就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叫全职的宣教支持者 我们怎样指的来支持宣教 很简单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奉献 我们可以前往 是的 这就是我们支持宣教的方法 而且呢 的的确确 我们不只是可以 我们还要这么做 明白吗 我们不只是说我可以祷告 让我们真的来祷告 我们必须祷告 我们必须奉献 我们必须前往 让福音传遍普天下 我们越是经历了耶稣 我们越是要宣教 我们越是看见祂的伟大 我们越是要呼召世人来悔改 来敬拜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因此呢 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三个重要的原则 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看见 敬拜就是 看见耶稣本性的启示 所以弟兄姊妹 你是否看见了耶稣的容美呢 你是否经历了祂的伟大呢 今天我们是否明白 祂不只是一个很好的教师 祂是创造万物的主宰 祂不只是你的救主 祂也是你的上帝和主人 如果你觉得祂救我 祂救我 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 那你就还没有认识到 祂是上帝 祂是主人 第二个原则 我们学到什么 我们看见 在祂的同在中 我们要悔改 因为我们被光照 我们谦卑 我们悔改 今天你是否准备好 来承认自己需要祂的恩典吗 第三个原则 我们要对齐祂的旨意 祂的呼召 祂的使命 今天我们是否抓住了什么 阻碍了我们完全来跟随祂 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祂 可是呢 你却使抓住某一件事情 某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你没有好好地跟随祂 你是否要准备好放下你的网 调整你的生命 与祂的使命对齐吗 你的忠诚在哪里呢 你的忠诚是否是像作耶稣呢 所以 让我们不要远远地来仰慕祂 让我们真的来到祂的面前 抚抚敬拜 悔改我们的罪 起来跟随祂 全心全意地回应祂的呼召 当我们效忠敬拜耶稣为主的时候 我们就被激励去回应 侍奉和宣教的呼召 我们就到水深之处 我们就下网打鱼 我们就服侍 我们就宣教 然后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好把我们大家站立起来 OK 好